嗨,大家好,我是小慧 因为前两天嘛 不是叫了村里的很多叔叔阿姨们来打包迷糊桃 从早到晚了,忙得也比较辛苦 他们的工资我们是每天都按时给发的 但是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就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所以我们今天来县城 取上一万块钱的现金 回去吧,给他们把工资一把 顺便逛逛周知县城 不行,一半不行 不行 你想,你想撕着来 那前面的车车有点不少 停,停,停 一天去客房一个地方 再往前一顿 再往前一点点 主要是这两个电动车把位置占了一顿 它技术不行 等我们进来 你把你扯一开 这个车相信这个车 这个车长得很 这个车在外面 你把这个车给我挪到下 走,走,走 轮轻起来 轮起来 往后推 刀 模式刀 好停 刚好停的挨着来 终于停进来了 再往前开 前面还有一段距离了 后面离后面那个车太紧了 周知县城这边路比较窄 停车的地方很少 走了一圈 对面那一排停车还罚款 龙台打针 往前 一人看到车的时候 前后左右都要看 你不要看这一个地方 你都要看来这刀 没有人看后面都碰碰的 前面那个电动车模式 你看看 咱握车没有刀车 没有刀车雷达 只能看亮后视镜 用一些地方给你看见 还是一部分 因为你技术不好 这不是从技术差 慢慢变好的 那你还得继续努力 必须的 在咱陕西这个坊间 流传着一句话 井轴子 银湖鲜 据说这边的人 比较喜欢吃粉蒸肉 所以我和小慧也来尝试一下 解解馋 过过瘾 粉蒸肉夹馍 一人来个粉蒸肉夹馍 可以 这是粉蒸肉 人家来 楼边我吃过这 你抹完走 看已受油 一个老早几单 还有三 蛋花糖 一个蛋花糖 就是粉蒸肉 看着美得很 辣椒要吗 辣椒 稍微累一点 哎呀 太美了 其实在我们汉中那边 每次做席的时候 都会上一道菜叫粉蒸肉 但是我还从来 没有吃过粉蒸肉夹馍呢 今天来周治第一次吃 好吃 吃谁 确实挺好吃的 请取出您的现金 请取出您的现金 总共取了一万块钱 到手了 表辉 我现在是让鞋蛋巨款 我现在雇你当我的保镖 好 因为我们中午要给叔叔阿姨们管一顿饭 所以我们再买点菜回去 让他们吃好 开开心心的工作 买了点菜和肉 花了一百多块钱 前两天因为没有现金嘛 现在把钱取了 一起给他 这个阿姨是干了三天 我们去给他 给三倍 三天的工资 接什么 辛苦了啊 三 三 四 五 五 五 刘备哦 爷 你说一谈 好好好 这样看你辛苦了啊 哈哈哈 先走好 说好 看好 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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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走 跟我这儿啊 走 走 我们过来啊 下一个下一个 走 还要到那儿去 嗯 等下一下 今天上司三下 到这儿呢 打工资了爷 快来打工资了 现在还有几家没给呢 我们现在去挨家挨户 把钱给阿姨们他们 嗯 发了 因为他们也干完活之后 也想快点得到工钱 这样心里也高兴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慧 大家看我今天这个穿着 一如既往的这个白展秀 是我在夏天刚来的时候吧 在网上买的 只花了八块钱 因为穿着特别特别的舒服 所以我今天夏天可能 穿它的几率高了一点 然后有很多朋友就对小慧说 你怎么一个八块钱的短修 然后穿了整个夏天 你爹太省了吧 不好看又舒服啊 我非常爱穿它 这应该是我今年买的最划算的一件衣服了 不过今天我又买新衣服了 网上买的 给你们看一下 一件卫衣 一件毛衣 总共花了150 给你们来一个变身 看看好不好看 是一件花毛衣 穿上好像这个风格 是我以前没有驾驭过的 这种沉闷的秋天 就是要有这种鲜明的颜色 感觉这个衣服也就是 一般般没有特别惊艳我 但是觉得也还行 摸着很舒服 不贵 80块钱 很便宜很划算吧 省钱小天才就是我 第二件衣服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件卫衣 模特穿上也特别好看 它是一个唐老鸭 看非常可爱 但我穿上 这有点大吧 给你们看一下 有点太宽大了 我还买的是 买了一个中等的 穿上还是这么大 我穿上好像 驾驭不起来的样子 我要去问一下二狗 看看他觉得 这件衣服怎么样 这件衣服 太难驾驭了 刚才二狗说 我的审美水平 怎么下降的这么快 现在怎么下降成这样的 有这么夸当吗 穿着我的新衣服 去果园遛两圈 大家看我身后 这路两边全是柿子树 柿子树已经马上要红了 又到了一年最恐怖的时候了 就是卸柿子 到苹果地里了 每一棵果树 它的苹果 其实它的上色的先后不一样 大家看 这些苹果树还是比较粉的 需要再上色几天 然后这边也是 像这几行的苹果树的颜色 已经就完全可以摘了 它的颜色已经完全达到 这个红色的程度了 像这种颜色的 已经就可以摘了 再在树上放的话就不好了 再让太阳晒就不好了 所以说我们是挑着摘的 颜色达到标准的 我们就把它摘下来了 然后如果是浅一点的话 会让它再上色个两到三天 嗯 嗯 太好吃了 终于实现苹果自由了 如果有离得近的朋友 可以私信小慧友 嗯 这两天的话 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可以来找我了 带你们到我家的果园里面 非采摘试吃 我们的苹果上架之后 我现在已经有好几百单了 怕明天打包不出来 所以今天下午 我们已经开始在院子里面打包了 这些都是我们下午 刚刚采摘回来的苹果 正在给大家抓紧时间打包 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个苹果怎么样 这可是我们自家果羊种植的哟 现在之前给大家打包 已经打包了不少了 现在还在地里摘 因为明天我们要发出去 很多香 晚还会加班 你不来 还弄不来厉害 黄帝和红色比较 嗯 然后到这最后走 中央捏得下 嗯 然后再软 对 对 对 我手来的 零点进去 我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最近比较忙 每一顿都比较硬服 吃得很简单 没肉没菜的 长时间不吃肉 还真有想念大口吃肉的那种感觉了 刚刚去街上买了五花肉 今天晚上我准备做一个陕西的名吃肉夹馍 今年猪肉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就这么一点肉 不到二斤花了55块钱 在面粉里加入适量的发酵馍 然后给它揉光 揉光之后醒上半个小时就好了 外地的朋友们来陕西都会吃肉夹馍 其实在家做肉夹馍是很简单的 而且味道绝对不比外面卖的差 我们趁着洗面的时间 把肉切成剁成小块 切好之后一定要记得凉水下锅 让它先把水烧开 打开之后加入葱姜蒜和干辣椒 倒进去 对了没有蒜 是葱姜和干辣椒 不用加蒜 然后加一点料酒去腥 煮两分钟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把肉捞出来 用凉水给它过一点 在锅里加点油 加入冰糖 慢慢的小火 把冰糖炒化 厨房太热了 我们把锅端到外面出吧 我去把门关着 防止香味跑出去 小猫小狗跑进来偷吃 面已经醒得差不多了 开始揉面烙饼了 先把面里面的气开出来 然后给它搓成长条 改成这种长条就好了 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你看它们饼了都好 又软又泡的 看着都香 肉煮好了 饼也都好了 可以开始夹合了 你看好香 肉夹馍就是这种 肥瘦相间的最好吃 在家里吃 肉就要食尽夹 吃着才爽 灌点肉汤 一个正宗的陕西肉夹馍 就做好了 大口吃肉的感觉太幸福了 看一下 里面满满的都是肉 好不好吃 这样好吃 怎么没有肉了 请问还有吗 限量一个 哪个人 我没吃饱 可能吃饱 我最少得三个 要好一点十几块钱 平时还舍不得吃 这次可以放开吃了 哈哈 你笑起来真好看 小那个 也好 我看了